1984年,解放军十个集团军轮番上战场大联兵,先后收复了被粤军侵占的老山、浙英山等诸多阵地、战争的残酷以及艰苦的作战条件,让人历历在目。 老山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用战士鲜血换来,特别是211高地的争夺,更是在战后被专家、网友提出质疑,认为用众多战士的生命换一处没有价值的山头,毫无必要。 越南元第四连连长第457炮兵团第11营指挥所指挥官阮友号中叫在回忆部六臂高地的雷声,谈六臂高地争夺,不无得意地称,每次炮轰过后,再看不到中国士兵的身影。 事情真的是这样吗?我军真的是因为粤军炮火的威力才输掉了这场战役。 1984年至1989年老山作战期间,越南元第四连连长第457炮兵团第11营指挥所指挥官阮友号中小回忆,整个军旅生涯中,1985年5月31日的N1行动让人无法忘记,那场争夺了6臂高点的两军对决,是一场炮兵的厮杀。 越南元356师高级军官邓岳州曾在接受采访时称,中国炮兵虽然向我战场发射了大量炮弹,但效果不如越南炮兵,我军炮兵阵地因其极其精准的射击能力和极高的杀伤力而贬得令中国军队畏惧。 下面是阮友号中小回忆争夺了6臂高点的片段。 1985年5月底的一天,越457团11营接到作战任务,计划趁中国军队换防卫稳之际,抢占了6臂高点。 457团炮兵团则需要卫越步兵地982团提供火力支援,攻击6臂高地的中国守军。 越军上级将此次袭击的任务看得非常重要。 任务发出后,并未公布具体的袭击日期和目标,所有越军士兵只是静静等待。 这次越军争夺的据点是A6臂高点,在A6臂高点的对面与其距离仅有400射程的是被敌人占领的A5高地,稍微向东则是A6为高地,也就是中方所称的227高地。 双方之间的阵地距离紧密相连,两个阵地最高点之间距离仅有300米。 对于这里的地形,越军十分熟悉,他们对于这次的争夺任务十分有信心。 在战斗打响前夕,越军指挥下令,所有人以信号弹为命令,当看到信号弹升空,就向目标区域开炮,步兵982团则在炮兵掩护下冲向A6臂高地。 随着炮火的闪光照亮了整个阵地的上空,一颗颗炮弹从头顶呼啸而过,越军炮兵开始向A6臂高地开火。 20分钟左右的时间,6臂高点的东侧被硝烟和枪弹吞没,越军主力部队已经冲到了阵地前沿,后方炮兵也暂时停止,双方开始了步兵之间的较量。 然有好感慨,我们的子弹已经分不清哪些是中国军队的,哪些是我们自己的了。 彼时,越军发现中国军队已经在A5,1250高点侧翼方向对越军673、812、6阵地发起了猛烈射击。 然而,就在这时越军主力部队已经发现了隐藏在茂密绿色区域的解放军联队。 于是,在将位置传到后方片刻之后,A6位上空便发射出一连串的炮火,精准落入了秘密战壕。 此时,越军已经占领了两个重要少尉,上级要求暂时停止射击,整个战场突然变得一片安静,没有一点枪声和炮响。 然而,所有人似乎都在等待一场暴风雨的来临。 几轮炮火之后,离6B与6A之间的阵地上早已满目疮痍。 蓝友号要求随时观察中国军队动向,看看中国军队是否会发起抢夺A6B行动。 而当听到越侦察兵汇报,依然有解放军在慢慢移动时,蓝友号也不禁由衷地钦佩起了对手。 就在这时,一声炮火打响,战场再次拉动警报,中国军队炮弹和迫击炮的轰鸣声急促地朝着越军炮兵阵地发射。 显然,这次中国军队炮兵已经开始改变作战计划,蓝友号立即下令,不要还击,远底待命。 随时听后下一步指令,越军发现中国军队已经开始改变战术。 他们不再是大规模部队抢攻为6B高地,而是以小谷部队连续进攻。 在阮友号看来,对方害怕受到越南炮兵精准射击。 在6方向以南,距离A5有一条沟壳,这里缺口十分平坦,想要进攻为6高地,必须跨过这里。 在越军炮火方向上,A6B点稍偏左,稍高一点。 如果在A5前面开火,子弹就会四散落到越方士兵所在的阵地上,所以越军不敢。 只能以射击方式形成一道防火墙阻止中国军队进攻,随着越军占据至高点的有力条件。 在炮火以及子弹的射击下,中国军队再次进攻为6B高点遭遇失败。 这是越军为数不多的一次战役胜利,也是我济南军区67军一次惨痛的失败教训。 关于211高地的争夺战,离6B高地,济南军区67军付出了巨大代价。 战后很多专家提出大量质疑,认为该高地只不过是一个没有任何价值的小山头, 牺牲了那么多战士的生命,根本没有必要。 事实真相到底如何? 1985年5月18日,济南军区67军接替一军换防工作, 并安排67军595团一营一连一个班防守。 211高地其实并不大,与越军驻守的227高地连接,一共有三个少尉驻守。 此时,早已提前数月换防结束的越南军区打算趁我军慰稳之际来一次突然袭击, 意图在142、140高地方向发动阳攻。 重点攻击我军驻守的156、166、211高地,以恢复他们在该地区的有力优势。 5月31日凌晨午时时分,一场代号为N1的行动就此打奖, 越军982团四营兵分两路对211、156、166三个高地实施攻击, 同时越军982团五营在140、142号高地实施阳攻。 面对越军的猛烈进攻,我军驻守的一个班根本无法抵挡, 快速向后方请求支援,越军早有准备, 以托炮火配合,很快占领了211高地的一号、二号少尉, 比试,一个班的兵力大部分阵亡, 一号少尉战士李林海不幸被俘, 班长报护民间无法守住阵地, 跳崖藏在一处草丛中七天后才返回有林阵地, 而另一边156号高地也被越军占领, 驻守156高地的我军预备分队立即反击, 迅速恢复了156高地的主导权, 越军见高地失手,再次发起攻击, 在我军猛烈炮火下连续被击溃, 越军士兵损失惨重,不得不被迫后退, 至晚上9时30分, 越军除了成功占领211高地1号和2号少尉外, 没有任何战过, 就在当天晚上, 时任总参作战部长魁傅林市查老山工作, 67军领导以为能够快速抢夺回211高地, 谎称211高地依然在我军手里, 同时下令, 不惜一切代价夺回被越军抢走的211高地1、2号少尉, 6月1日, 595团一营一个连队在副营长王朝洞的指挥下, 分成两个突击小组, 分别向211高地出击, 不过, 在通过一处凹地时, 被211高地上的越军发现, 于是, 战斗再次打响, 大量密集的炮火对我军冲击路段实施火力封锁, 我军两个副班长先后被击中牺牲, 越军占据有力位置, 十余名突击队员牺牲, 剩余突击队员立即调整打算从3号少尉向一, 2号少尉攻击, 很快之前丢失的两个少尉被我军收复, 但越军后方部队立即进行了增援, 刚刚占领的尸体再次被越军抢占, 我军突击部队遭遇越军包围, 进攻已经无望, 突击分队被迫后撤, 这次强攻中, 一名副连长重伤牺牲, 在3号少尉驻守的一个班兵里, 仅剩8人, 其中5人身受重伤, 随后几天先后牺牲, 越军炮火极其凶猛, 我军增援部队根本无法进攻, 此后, 越军的一个动作彻底激怒了我军战士的, 一名越军在1号少尉将我军士兵的尸体故意挂起来示威, 这口气如何咽, 大批突击部队, 一批接着一批的前仆后继, 双方的炮火异常猛烈, 伴随着枪火炮火, 我军突击队员都倒在了进攻的211高地前沿, 我军一个连队组织了三个突击队进攻, 一百多人的队伍最后只剩下了三个人, 211高地就像一个大型的绞肉机战场, 在11天的战斗中, 第67军199师595团损失惨重, 两个营被越军打垮, 营连剑制完全被打乱, 作为预备队的597团30120多名突击队员, 生命永远地留在211高地, 67军199师595团在211高地惨败的消息传出后, 所有人大吃一惊, 因其中央军委高层重视, 下令派人调查真相, 由于67军前只指挥失误, 盲目进取, 不仅牺牲了众多战士的生命, 且那些在战斗中阵亡和负伤的我军官兵, 大部分人未获得相应荣誉, 211高地给595团造成了严重伤亡, 直到1985年8月31日, 199时侦察连副连长原明带领突击队17名成员, 与七连相互配合, 在9月8日这天, 用16分钟的时间夺回了211表面阵地, 211阵地的恢复是我军复仇之战, 同一个地方, 两支不同的军队所展现出来的作战风格完全不同, 各为其主, 一场难以忘怀的血战。 中国虽然在战场上取得了明显的战术胜利, 却也面临着内部的若干挑战, 这场战争不仅是对越南的一次军事回应, 也成为了中国军事体制和战术能力的一次重要检验, 战争虽短, 但其对中国军事战略的影响深远。 首先, 战争暴露出中国军队在组织结构上存在的一些缺陷, 缺乏明确的军衔制度, 在动员和部署过程中造成了不少混乱。 在战场上, 指挥官和士兵之间的指挥链条不够明晰, 影响了部队的快速反应能力和作战效率。 这种制度上的不足, 让军队在临时组织大规模行动时遇到了重大挑战。 其次, 装备问题也成为了战争中的一个突出短板, 尤其是缺乏足够的装甲运输车辆, 这直接影响了部队的机动性和灵活性。 在面对越南复杂多变的地形时, 中国军队无法快速调整位置和战术布置, 有时甚至需要依赖部兵搭载坦克的原始方式进行移动。 这种装备上的不足,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和战术多样性。 此外, 战争的残酷性也在这场冲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中国军队在战争中牺牲了近七千名士兵, 令有更多人员受伤, 这一数字凸显了战争的惨烈程度和对人员的巨大消耗。 尽管面对困难, 中国军队展示了高度的勇气和牺牲精神, 但这也让军事领导层意识到, 提高战斗效率和减少人员伤亡的重要性。 然而, 在这场战争的考验中, 中国军队也孕育出了一批优秀的军事人才, 经历了实战的洗礼。 这些人才在战略理解, 战术运用, 指挥协调等方面获得了宝贵的经验。 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了中国军事改革和建设的中间力量, 为中国军队的现代化进程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面对战争暴露出的问题, 中国军事领导层开始着手进行一系列深刻的改革。 军衔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成为了改革的重点之一, 旨在解决指挥系统的混乱问题, 明确军官和士兵之间的职责和指挥链条。 同时, 对装备的更新换代也被提上日程, 特别是加强装甲运输车辆等关键装备的研发和采购, 以提高部队的机动性和快速反应能力。 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之后, 越南的国际地位和外交政策经历了显著的转变。 这场战争不仅对越南的国内政治和经济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而且也在根本上改变了其在国际舞台上的行为和定位。 特别是随着苏联在八十年代末期的衰弱, 越南失去了其最重要的国际支持者之一。 这迫使越南重新评估和调整其外交策略, 尤其是对待与中国及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关系。 在苏联支持下, 越南曾试图在东南亚地区扩展其影响力, 包括对柬埔寨的军事介入和试图建立印度支那联邦的雄心。 然而,苏联的衰落和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失败 使得越南不得不面对新的国际关系现实, 苏联无法继续提供足够的经济和军事支持, 这对越南的国防和经济发展构成了巨大挑战。 因此,越南被迫从柬埔寨撤军, 结束了其对该国的长期军事占领。 面对新的国际环境, 越南开始调整其外交策略, 寻求与中国等邻国改善关系。 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 越南积极寻求与中国恢复和改善双边关系, 这标志着越南外交政策的重大转向。 越南政府意识到, 要想确保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就必须放弃对抗性的外交政策, 寻求与周边国家, 特别是中国的和平共处。 越南曾梦想通过军事和政治手段成为东南亚地区的主导力量。 但这场战争和随后的国际环境变化使得越南意识到, 其实力和资源远远无法支持这一雄心。 因此,越南开始寻求通过外交手段和国际合作来保障其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 而不是通过军事扩张和地区霸权。 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南与中国之间的关系逐渐得到改善和发展, 两国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促进经济文化交流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 这种关系的正常化不仅有利于两国的长期和平与发展, 也为整个东南亚地区的稳定与繁荣做出了贡献。 越南的外交政策调整和时间证明, 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分歧, 共同发展, 是更为有效和可持续的国际关系发展道路。 如业 正线